江玉你怎么看 我想到就是韩国瑜那时候模范生 拿着一本《为何爱说谎》这本书 讽刺韩国瑜 到现在韩国瑜说的每一句话 还有人会相信吗 他说自己心地善良的时候 大家觉得他就是那个穿着新衣的国王 大家都知道他没穿衣服 只有他自己不知道 当他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庶民总统的时候 被揭露他不仅是特权圈地做沙石 特权做贵族学校 特权做违法农舍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都凸显他不是庶民 但是他却说庶民是一种心态 你觉得这样子的说法 还能够让大家接受跟相信吗 传统的政治人物刚刚讲 他们赚钱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靠着炒作土地 靠着做沙石做土方来获取暴利 这是台湾人最不能接受 也最不认同的赚钱方式 过去的政治人物 就是靠着这样子的官商勾结 累积大别的财富 就是为什么我们痛恨政治世家的原因 你发现这些政治世家每个人 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传承 去出来做明代 因为他们家族的利益 要靠着这样子的政治的 所谓的NB四重体制 来去维持 去赚取这些利润 一而再再而三的累积的这些财富 每一笔摊出来 几乎所有的政治世家 他们的这个后代的财富都累积非常多 都是靠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获取暴利 可是这样子一个特权获取暴利的方式 就是大家今天所要去揭蔽 所要去揭露的 那过去国民党我们也说 马英九时期所谓地方派系 黑金体制 是当时他认为说最不能接受 也是必须要除之而后快 可是现在随着韩国瑜起来之后 开始寄生韩流 衣布在韩国瑜身上 韩国瑜本来打着说 他是庶民总统 浪子回头 好像改头换面 但是揭开这个国王的心意发现说 里面根本就是黑金 根本就是这些地方派系 在里面 随着韩国瑜一起想要扶摇直上 可是现在这个心意被戳破 被揭露之后 大家才发现说 是如此臭不可闻 那刚刚讲到高雄市府 全员逃走中 溜之大吉 大家所讲的这几个人 这几个还是有请辞的 还有很多还没有写在上面 像是高美兰 在豪宅案爆发的时候 请假去日本 然后后来才被揭露说 请假都不来背询 然后要请辞 还没请辞 可能也在等年终奖金 才要请辞吧 后来被逼得不得已赶快请辞 因为年终奖金领不到了 等等 那还有这个什么邱元宝 他的办公室主任 也是不想背询 跟着韩国瑜打选战 全员放寒假 请辞的请辞 放寒假的放寒假 请假一请就是一两个月 整个高雄市府 到底还有谁在办公 大家看不到高雄市府 难怪高雄的罢免案 越烧越热 而且韩国瑜 他把整个竞选的经费 现在号称没钱 每天在电视上喊穷嘛 说小儿募款募不到钱 说实话 大家看着他的家族 后面的这些势力 看着他们的赚钱方式 这些庶民还真的想捐钱给他吗 那韩国瑜现在把所有的经费 花在哪里 花在12月21号 要在威克尔大游行的时候 在高雄办一场大游行 他现在竞选五周 不是要选总统 而是要对那些 所谓要罢免他的人 在高雄市 希望能够反制这个罢免 所以他只是要留下 他在高雄市的根基而已 他并没有要把经费 花在这个选总统 甚至另外一方面 一直在喊穷说 希望大家再捐钱给他 但是人民早就已经看破说 他选这场总统到现在 很多人说 他是一毛不拔不办活动 但是他说他没钱 但是大家想想说 他如果选完总统 所获得补助款 至少一亿多 当初韩国瑜选 高雄市长的时候说 要向市民来借30元 让他选市长 那现在他这个一亿多 将来士兵能够入贷的钱 为什么他不愿意 自掏腰包出来打这场选战 他要把钱拿到哪里去 我们不知道 他要称没钱的韩国瑜 可是在整个选举的方式说 你说继生这些立委 没有立委敢跟他站在一起 然后呢 把所有的经费跟资源 投注在高雄 可是投注在高雄 是为了自己 反制这个罢免的WeCare 但是在高雄市政上 到底做了什么 刚刚亲皇讲的 这个青年座谈 这令人不能接受 就是说 一直骗这些年轻人说 青创基金100亿 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时候 议员问韩国瑜说 你那100亿资金在哪里 韩国瑜当时恼羞承怒说 不要鸡蛋里挑钢筋水泥 后来在青年座谈的时候 大家也问说 那现在到底钱到哪里去了 本来这个林鼎超 他的青年局长说 我们第一年 已经募到32亿了 包括高雄市政府的3亿预算 还有民间资金20亿 只有现在被卧槽踢爆说 你说民间资金20亿 现在只有2000万入贷 今年已经要结束了 现在已经12月6号了 就韩国瑜说 那是民间企业 跟他的口头承诺 所以一切都是骗 从头骗到尾 能骗多久就骗 能够骗到不能骗的时候 就恼羞承怒 这就是韩国瑜的部署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